這次跟大家開箱的是 Leica SL 系列鏡頭 分別是 35mm 和 50mm Hello 大家好 我是 M&K E-CAMERA 的 Franky 這次跟大家講講 SL 系列的兩支新鏡頭 大家都知道 SL 系列的鏡頭其實已經出了一段時間 但之前的鏡頭絕大多數都是 Zoom 鏡頭或 APO 鏡頭為主 例如 例如 SL 系列最早出的那支 24-90 一支 Zoom 鏡頭 然後 16-35mm 還有 90-280mm 一支長焦距鏡頭 這些都是主要的 Zoom 鏡頭 還有就是 APO 的鏡頭 APO 的鏡頭分別有 28mm 35mm 50mm 75mm 和 90mm 但這些鏡頭都有一個特質的 鏡頭 沒錯 影像質素是非常高 亦都拍得很靚很仔細 顏色都很靚 但有個問題就是 比較會重量會重一些 日常用的時候 就會沒有那麼方便 第一體積大 第二就是重量方面 當你用得久 背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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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時候 就會覺得會比較累 變成影響到你拍攝的心情 你說想輕一點 其實是有的 例如說 Leica Elmang 的鏡頭 還有一個叫 TL 的鏡頭 那個鏡頭是給 TL 的系列去用的 主要跟 SL 系列的鏡頭 不同的地方就是不是 Full Frame 但是優點就是輕 細 還有便宜用 如果你想綜合兩樣東西 都想要的話 有質素 Full Frame 又不重 價錢又低 相信這次出這兩支鏡頭 就適合你的要求 其實鏡身不重 就算放在相機上也不重 剛剛 Lawrence 也試過 拿上手 出行力去拿 為甚麼這麼輕 所以這兩支鏡頭 其實就真的正 而且我摸上手 其實是冷的 即是說 其實都是金屬 有金屬部分 不是塑膠鏡 當然它有一個地方 是你去對焦的 對焦環 那個是膠 讓你對焦的時候 會比較好 除了這裡之外 就算是遮光罩也好 都是有金屬部分的 輕細 除了攜帶方便 不用那麼累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優點 就是說有時候 譬如說自動鏡 SL系列是會拍片的 拍片的話 放在平衡器 那時候就會好很多 如果你說 找夠力一點就可以了 但始終 都是會差一點點的 如果本身的鏡頭 和機器輕一點的話 對於放在平衡器 是有優勢的 裝在平衡器的時候 其實那個尺寸 和重量 都重要的 譬如說尺寸 不用說 就是它長 短 影響重量分佈 那變了 你要重新調整 那個平衡器 那這兩支的重量 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那大約是440克左右 連著Hoop 連著Cab 那所以呢 是用在拍攝影片 或者放在平衡器的時候 是非常好用的 那還有呢 就是說它對焦的最近距離 是0.2米的 那相對來說 真的很近的 那 有時候拍一些近距離的東西 甚至乎接近微距的話 它也是做得到的 那如果兩支鏡頭的話 應該怎樣去選擇呢 那一般的認知呢 就是35mm 就是等於60度的視角 那好像我們平時 人眼看東西 就是可視範圍呢 大約是60度左右 那最通常拍的 可能是拍風景 風景等一些人物 那樣去拍的 而50mm呢 就好像我們彈他的眼睛 大約是 可視視線呢 大約是45度左右的 那這個情形呢 就是多數是拍什麼小品 一些比較上突出的主題 或者一些人物 那樣去拍的 那 也都試過用 SL2S的機器 去放在這兩支鏡頭 那發覺呢 它對焦呢 都是很快的 那譬如說 就算在飾軌那裏 那裏有些 玻璃反射 其實相對於我相機來說 是有些困難的 但是它都很快呢 可以對得準 對得對 那我覺得這件事是頗好的 那說了這麼久了 那不如就試下 拿一部SL2S 把這兩支鏡頭 去試一試它們拍片 和拍照的效果 在這兩支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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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支鏡頭 在這兩支鏡頭 這支鏡頭 最近最多的 相片 相片大家看了 大家對這兩支鏡的表現 有什麼想表達的呢 歡迎在下面的留言板留言 如果你欣賞這個影片 還有覺得這些影片有用的 希望你給我讚好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